各位家長同學 掌勞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中一簡介會 我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中一修身同層主任 胡老師 大家可以叫我做Bizful 歡迎大家今天 來到中央生意共中學 和我們一起 我們在一個環節 先請我們邱校長 和大家聊天 邱校長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 早晨 很開心和大家 因為最近大家知道社會運動影響 其實有很多事 很多的計劃 或者安排 很多事要想事要改變 首先就是有些事業仔 每個學校 今天裡面的安排 是上下午的一場入學簡介會 中間就有私人校園 和這個就是有一些學生的活動 但是因為之前裡面 我們差不多裡面的社會狀況 所以地的都是需要做一些調節 那今天呢 這個安排是簡單一點的 待會呢 沿了這個就是 任何簡介會呢 大家都可以去這個 有一個Jourish Pack 是我們前版 而在地下 有一些我們同學 售賣一些紀念品的 就是原本是想著燃燒在維園擺檔的 但是現在 他們只是買花 我們又不買花 我們又有其他途徑呢 就是給同學去展示燃燒技巧 那麼我們在地下 和就是這個 有個租場裡面的自然版呢 都涵過了很多不同的我們學校的資料 也都反映了我們學校的特色的 有些可能跟課長關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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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同學進入了我們 中學呢 大家可以去拿資料的 好了 首先就是跟大家做個簡介了 簡介的部分裡面呢 我簡介的部分裡面有三個個 我只可以去拿一個 然後有我的副校長 你有沒有看過先生 Mr.Hu大家見過呢 我們各時會講一些不同的重點 我喜歡講學校的學語教 然後就是副校長 林副校長的那個就是 學校裡面的學生資料 我們明明知道學生資料 Mr.Hu顧名思義 他那個就是提供大家照 就是負責任行裡面的事項 要跟大家詳細解釋一下 如果申請事實上 大家需要有些什麼東西 可以留意 有些填料 但是強調就是呢 我們今年的表格是新的 因為以往裡面 每年都發覺家長用上日的年代表格 有些東西是用來做一些改變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有你的一些 認識的朋友也好 或者是同學家長也好 想申請我們的話 如果去年有人給了他們幫我 那我不需要去登到環保 但有時候環保 都要看一下那個是什麼情況 這個學年呢 或者下學年裡面的申請 我們是新的了解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 大家看看我們學校裡面 第一部分就是 學校的文化 我們學校的文化 是反映了我們學校裡面的 使命和經驗 也是我們的隔離 和我們編量去嘗試 去培養同學 在學校裡面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我們學校 在東區裡面 是比較歷史悠久的學校 比較歷史悠久的學校 我們是1909年建立的 其實是 其實大家的數字 可以看到 已經入圍了 其實是 大家看到了 雖然學校有50年 但不可以讓學校保守 或者學校嘗試去做一些革新 或者發展的 相反呢 我們一路來定性 主要學校的市民的遠景 簡單和大家講一講 柳陸學校 主要希望 為香港区域 這個未來領袖 我們相信 不是一定要做到政府高官 或者某某很重要的機構裡面的CO 才叫做領袖 相反就是 我們明白不同的界點 不同的一些組織 或者機構裡面都有領袖 領袖有部分的特質是牽衊的 有部分是可以後天培養的 我們嘗試在同學 六年生裡面 幫他培養一些重要的領袖素贈 讓他能夠將來 肩負崗位當時 能夠更加準備好的 另外 我們其實是希望 我們有一個全民法治 很多家常或者同學都以為 學校正是做事學進法治 希望我們今天裡面的簡介會 會讓大家明白多少少我們的總念 我們既重視學術法治 和時間也都強調同學 他本身在這個舞蹈參與 和他的詞文的發揮 這個希望有一個全民的教育 我們看看文化方面 就是剛才說了 我們嘗試就是 將我們使命的環境盤設了 好了 然後就是我們學校的間諜日 敏陷精神博託一生 待會我們的簡介會 都會和大家去簡介一下 我們學校有幾方面的 我們的努力 大家會看到 就是學校裡面 這一部分是關於我們的學語教 我們嘗試幫同學去強化學文水平 尤其是英文 接著就是學術發展 我們重視一般知識方面的 基礎裡面的工夫 更加強要就是這個 學習技巧和態度 一會兒會講到一些 很少的 那麽化學會講到的部分 就是我們培養同學 在非學術方面的一個法治 我們相信這些經驗或者特質 是會令到它成為一個 將來一個可靠的練習 很少的 好 學語教方面 大家需要明白 其實大家在簡介的時候 其實要看遠一點 就是說到底這間學校 是否正在Band 1A 現在的家長裡面 如果想做一個 追到上次的家長有些屬於 都要知道 也和我就不知道 Band 1A、B、Band 1C 聽到家長說幾次 就開始明白Band 1A、B、C 我們學校的同學 或者家長 經常覺得Band 1A 學校一定是好的 當然Band 1A是其中一個 就是指標 但是大家更加需要留意 就是學校 在教學方面 其實它有些什麼的論文 剛才說過 我們很明白 但是同學現在身處這個世界 有很多的面法 在20世紀的世界 20世紀的香港 20世紀的社會 小問問同學 你理不理解什麼20世紀? 同學你不理解? 你可能是以一紀 沒有以一紀 20世紀 20世紀 大家都明白 或者小的老師也明白 或者小的老師也明白 在某一世紀裡面 因為很多裡面的面法 以前我們家長 讀書的時候 沒有經歷過 叫做全球化 國家生那麼多的聯繫 紫上發生那麼快 有很多的以前的知識 已經是慢慢的 在樂園 或者根本就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我們中地同學 我們在想的是他的未來 不只是他現在幫他 說你中一星中二星 到九州的公開市 不只是說他公開市 考得很入大學 和我們工作形成 我們希望就是 同學能夠有一個 能夠應對20世紀 學習的要求 他有這樣的態度和他的技巧 首先再說回語文那裡 現在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叫做發展 令到同學對這個中文 或者廣東話 就覺得有中文 廣東話 普通話 世界華文 其實他們都這樣 你不否認 中文或者廣東話 都是他的造謠性 但其實大家明白 全球化裡面的發展 影響世界 國家權而實 都已經有一些很重要的位置 可能大家都明白了 英文好 前途就有保障 這個很多事就是 大家都會有個想法 英文不好 其實很多事都很麻煩 有時候看一些東西 每次英文都不定 你都覺得學習很麻煩 其實是 你每次用幾天 等一等翻譯 所以我們明白 就是希望同學 在學校裡面 英語有一個良好英語語經 學校除了課課 學校裡面主要是英文 主要意思就是 除了中文中詞 普通話 中國文學 或者班上課之外 其他課課 都是用英文的 但更加重點就是 我們希望 覺得 英文考試裡面 才用的 考試靠答問題 平時 學習和語外 英文好像有很多關係 英文難以為工具 其實我們希望同學 沒有這個想法 因為 你這個語言要講得多 你才有信心 你才會講得多 有信心 用得好 語文其實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便嘗試 在學校裡面 盡量安排不同的機會 和我接觸英文 你會覺得 英文是日常一個很重要的 也有用的一個語言 比如說 大家都見過這個圖裡面 有記憶就是 所以我們應該今年第五年 暫時第五年開始 每一年 在一個國家 找一位教育生回來 在一個學年裡面 一個學年 是和我們一起上課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幾個 有單人家 有意大利 救援一數字 今年我們剛剛 特別有一個 意大利的女教育生 以往四年 都是男的教育生 教育生來到裡面 除了一陣這個 國家文化之外 大家說過 他會和我們一起上課 即是他會和我們有些活動 一起玩 一起去參與不同的活動 透過和同學的交往 或者活動 我就會有機會 用英文和他們溝通 要了解他們國家文化 除了教育生之外 另外我們就是 學校裡面 很多部分都用英文進行 我們中一同學 我們有一個叫英語 講英語 就是我們的英文老師 和外資英文老師裡面 就是每一星期一次 就是五晚時間 用一些比較輕鬆的形式 和我們講英文的 我們希望增加同學 就是運用英文的機會 所以中一同學分組 每個禮拜裡面 都是同學需要參與 英文老師裡面的活動 另外我們其他活動 很多活動都是用英文進行的 在我們組會 同學 比如說他們交流活動的時候 那些班學校做的會報 很多時候 組會裡面 用英文和我們 去簡介他們的經驗 或者他們本身的一個體驗 學生會選舉 扣任內閣主席 他們發言的時候 有部份都是用英文的 我們希望 令同學明白 英文其實是很重要的語言 另外有其他的活動 令同學覺得英文是一個有趣的語言 和感受英語裡面的文化 就像我們在這裏面 每年都有一個英語的畫劇 另外就是初級歌詠權 這裏面都會改哪一個名字 做他們本身的演出 這裏面就是今個學年裏面的演出項目 有同學可能會留意 就是之前有個建議 叫《魔法報告》 《Marie Commons》 我們將內編做 今天本上學校的舞台 是演出的 除了語言之外 大家可以明白同學的語文 除了英文 除了語言之外 其他語言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裸襲思維 我們相信透過這個重新閱讀 是能夠強化同學語文能力 表達的一個能力 和他們本身的一個提供思維 有時候就是我們學校 這期內都很重視這個閱讀的發展 除了中一到中三 都有這個閱讀科之外 另外我們有不同的一些 其中一個閱讀活動 例如大家看到 在這裏 就是我們三道路線外 有一個閱讀計畫 裡面展示板 裡面的一些獎品 另外其中一個 我們閱讀活動的重要的一個行動 就是四社 因為你一學就學 入到你中學有分四人 四社裡面 一個閱讀的 就是一個比賽裡面 其中一個閱讀的成分 好了 剛才看到你嘗試 在同學語言方面的基礎 幫你統括一下 加強他們的語言方面表達的能力 另外 學習方面 有些什麼學科 或者是 什麼級別 有什麼科 大概可以看一看 你受到上門 學校的掌握 這方面 我強調就是 剛才說過 我學習的態度 和他們本身裡面的學習 技巧是重要的 我今年裡面 我們學校 是強調就是 積極學習 Active Learning 我們嘗試 在課堂裡面 加插不同的元素 讓我的課堂裡面 不只是 坐定 你什麼都不做 就OK 相反就是 有很多一些小組討論 一些回報 一些的同學股評 和落手落地去做一些實驗 或者是用一些工具去學習 讓他們去參與 學習多一些 而不是只是在那裡聽 那課前課後 有其他一些要求 課前課後 你要避課 課後面 跟進工作課 上網找資料 或者做另一些語集功課 這就是同樣他們學習方面的態度 就是課堂裡面 即是參與 另外就是 亦都有不同的工具 幫同學發展他們的學習技巧 以及他們即是參與課堂裡面的要求 譬如我們 電子教訓也好做事 有很大量的平板電腦 好了 這裡有一些軟件 或者用程式 幫助老師教學 例如這個就是 一個電腦的軟件 等行多一點點 幫助老師 電腦才作為 變化 另外就是 小學同學 可能有用過 一個叫他 這樣的平台 老師通常我們做比賽的 看來同學就是 這個 BNQ 都跟我坐的 做一些跟著的工作 好了 這個簡單的題目 就不是問你 學科知識的 Which type of student should not apply for a place? 哪類同學 應該考慮來幫我們學校 有幾類的 紅色的 三角形 Those not within top 15 in their P5 和 P6 那些小小的 不是在口頭上 就不要想 這個就是這樣說的 黃色的 圓圓 Those from schools 學校 學校 admit to CCCC 或者你家學校之前 都沒有人來 我都不要想 另外有一個 Those not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skills 那些就不努力 去改善他們的學習技巧 就不要想 下一步 有一些 對面試沒有信心的人 就不要想 那些對面試沒有信心的人 那答案是甚麼呢 我給我聽聽 是甚麼顏色的 是 藍色 藍色 有沒有 有沒有人覺得 有哪有其他選擇 還是大家覺得藍色 都是對的 是一個答案 答案就是藍色的 其他三個影片 其實我之前是 常常都說過 擔心 有些家長 聽了一些 沒有正確的信息 首先 面試那裏 有家長說 如果小朋友 面試方面 沒得出 那怎麼辦呢 其實放鬆一點 坦白說 其實當然有些面試 如果沒有信心的話 其實都會有些問題 鼓勵他 做回到平時 不需要特別的準備 你雖然最擔心 就是我面試不行 就沒有機會 面試有兩部份 一陣子 混合我 有小組 也有個人 所以不需要大家擔心 這兩個 我之前就說過 就是 其實 你這間學校之前有多少人 入過呢 和你不會入到來呢 其實是很直接的 只不過呢 有多些人的感覺上 比較好一點 而別人會覺得大一點 但其實就算沒有人 都不緊要 就無所謂的 我們有很多 那些同學 他小學之前 是沒有人來過的 他可能是一個 或者 若當年前 有人來過 之後他完全沒有人來過 另外 考這個頭十五個 都不是必然的 因為我講了很多次 你不知道 之前的人不敢選 他現在學校 很多根本 不是選我的學校 所以都不需要太擔心 好了 那就是另外 跟大家講 就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學習活動 讓同學 透過不同的經驗去學習 例如大家有很多的參觀 左邊這個就是 一個地理 在生物科裏面 實地的考察 這個地理科 去了灣 就是一個 就是 利用街附近 是有一些 古蹟 和他參觀 那個灣仔裏面的發展 的 了解更多的狀況 另外 這個就是 會有財富 可以 裡面 安排的一個活動 讓他們 實地 了解一下 這些 經濟和金額 穩重 另外 就是 和很多 所有 我們很重視 這個 科學科技 都會有東青鎖 教育的 我們 重視 軟硬一點 裡面都有 3D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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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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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我們的概念 希望 多些同學接觸 然後 同學有興趣 還有能力 就會鼓勵他參加比賽 這裏 這裏就是 跟大家說了 第一個層次 嘗試給多年來接觸 所以 中義裡面 有不同的活動 其中有兩個 和STEM有關 這個就是 池頭車 這個就是 片程裡面的 一些 過程 好了 剛才那個 中義活動日 就是有兩組 另外 我們有 有些全級 和STEM相關的活動 你好像 左邊這個 就是 中一同學 考驗試之後 一起去學能工業裡面 是學習一些 和STEM相關的知識的 這個就是 中義全班 剛剛那個學員裡面 一起去學校做過 復活自然車的 你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復活自然車 一陣附校長 都會講到 有一個 湖台灣的復活自然車的 同學 大家知道他不是 不是要拆娃娃仔 就是他們要明白 究竟 如何設計一架 能夠 那個速度 不會因為幫助 受影響的車 跟著 我們希望多些同學接觸 跟著 有興趣 有能力的話 我們就會提到 參加比賽 所以有很多 STEM比賽 應該是幾個 少人都有的 這個就是 講述的STEM 這個就是水底機械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一個 就是火箭車裡面的 比賽 情況 來的 好了 那麼學習教育部分 就完結了 希望大家會見到 就是我們學校 是 沒錯 是重受順發誓 但就不是唯獨 只是希望和學生 學年知識 也就是 希望他們保養他們的態度 和他們本身的一個 學術的技巧 是很好的 好了 現在我們交給 和副校長講一講 學生的支援 幫我們幫助 謝謝 謝謝副校長 謝謝 好 剛剛歐副校長也介紹 對不起 歐副校長也介紹到了 我是副校長 我是成文的 主要就是負責 學校行政 和學生支援的 學生事務方面的工作 剛才校長也有和大家提合 應該很多 每一個家庭都拿了一些資料 當中包括這份 就是校長當中提合的間階 其實裏面有很詳盡的資料 所以我講的部分 我會簡略做面積地講 大家詳細其實可以提 我們學校是實施一個全人教育 我們就是著重五玉秘重 和前文發展的 我不知道同學 你家長知不知道什麼是五玉 知不知道 就是得、智、體、墳秘 就是五玉 剛剛校長講的學語教 其實主要是智玉方面 校長覺得很詳細 所以接下來的少許時間 我會跟大家講講 另外一個五玉 教我們如何推行 還有就是我們在推行的過程之中 也很著重給學生去嘗試 去發展它的前文 五玉呢 最適合他講了 我首先講講什麼方面 大家會看到 這是一種一個中一中二 學生要做的運動 我們就是要求同學仔 放學要負責清潔課室的 就是當靜 每人樓樓 就是要掃課室 另外就是抹桌 抹黑板 同學不用太擔心 很輕巧的 他應該十五分鐘內做好 而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活動呢 其實就是透過這些活動 培養同學仔的福德心 和責任心 另外中二級 我們都會有一個社會服務 就是同學會透過班主任課 會去搞一個活動 通常都是會同有細細和有關的 譬如剛剛這個是去年的活動 就是同學會去一間中道養子的學校 跟那裡的同學仔 會玩玩遊戲 有些接觸表演 全個活動都是 喜歡那班的同學 自己一手一腳插畫的 這個活動 同學就可以 學會怎樣去領導 去籌畫活動 以及都可以培養同理心 因為會照中有細細的畫 另外我們也很著重公民身份 公民教育 我們希望透過一些認識 你本身所住的地方 整理區的活動 令同學會愛你住的地方 大家會看到 這裡有一些例子 就是我們過去一百一九這個學年 搞了些什麼 認識香港歷史和文化的活動 有些活動是全班的 例如光應中的香港 香港早期交通發展 這是所有中一的同學 我們會透過一些講座 把班的學校進行 另外也有一些是 部份學生參加的 例如這個獎戶遊 就是中二活動有個連教的 東方校長提過中二活動人 現在會再講中二活動人 其實是什麼 另外一些是自由參加的 例如有關兒子 獎戶之類 長洲平安 包工作坊等等 都是希望我認識多些社區 你就會愛你住的地方 剛才只是部份 這裏都推介 另外一個 我們都參加了三年 應該要無幾乎三年的活動 就是我們有些同學 是有份的大項目 每年他其實只邀請三四間學校 有同學參加 我們右行就是第一批 第一年邀請中學生幫忙去過 我們就參加了 然後他繼續每年都有份 每年都會有些同學 去參與這個活動 這個經驗是很難得的 好了 剛才大家會看到 德育方面都是一些活動去進行的 但其實我們推行的德育活動 除了靠這些非正規的活動之外 另外在正規課程都有的 我補充一下一點 就是我們會有班主任課 另外就是各科的老師都會一應他的科目 在適當的時候會推行這個德育 希望透過班主任課的遊戲、講座 就會培養和學正確的價值觀 另外科目老師也是 因應他相關的課題 在適當的時候也會提請和學正確的價值觀 好了 講完德育之後 就到這個體和體了 我們學校就有12支的體育校隊 體育校隊就除了一般的球隊 例如籃球準球排球等等會有 我們也會有些特別一些 譬如我們今年剛剛組成了棍王球隊 就比較少學校的棍王球隊 另外我們有攀石隊 有室內蛙艇等等 這些都會比較特別一些 另外在體育方面 譬如體育方面會有空手道 另外美術方面會有些書畫班 學畫班、書畫班、書畫班等等 這個體育當然最重要 我們也想學生強身健體 另外美方面 培養對美的欣賞能力 豐富人生量 美方面是音樂 音樂有8支音樂校隊 即是銅本樂團、銅本樂團、賢樂團 另外中學隊 這個是首領隊等等 這個中學隊大家會看到 在學校的舊心會慢演度表演 或者有些不同的場合 都會請我們中學團去表演 這個另外也是美方面 是年度正式來的 我們一年一度會搞一個時裝設計比賽 你會在禮堂上坐天橋 從這裡走出去 然後有些同學 穿著自家設計的服裝 漂亮的衣服 都會突然在那裏面 這是一個每年都很期待 很熱誠期待的節目 好 接著我會講講群育方面 其實剛才以上所講的活動 全部都是會對群育方面有個幫助的 因為你透過接觸同學 所以你會培養到你的解難 溝通 協助等等的難力 特別去講 所以這裡就是 我們在剛才以上所講的活動 我們很著重這個班制 或是射制的運動比賽 除了剛才所講的那些之外 這個會是一個合球 班制合球比賽 我聽過老師都說 特別我們選合球 為甚麼呢 因為合球是一種男女運動比賽 變成我們去男女運動比賽 全班可以一起參加 另外旁邊你會看的是蛙艇 即是蛙艇比賽 也是班制的或是射制的 另外音樂方面 剛才所講的都是體育方面的比賽 另外我們音樂方面 這個也是六道正式 這個班制歌唱比賽 一年一度 那同學就花很多心機去準備 有些可能早戰 暑假已經準備了 但那個比賽是十二月的 是十二月的時間 那些同學就會精心地想 很多的又跳 又唱 又跳 甚至乎又雜耍 所以非常精彩 這個班制歌唱比賽 就是這樣 那學校在政策方面呢 是有所配合 為了推行各方面的活動 那特別提出兩個 一個就是一生一體藝 一生一體藝的政策 那一生一體藝政策呢 就是說 我們會規定中一的同學 你必須參加最少一項 體育、音樂或者藝術方面的活動 那我用意呢 就是 除了剛剛說的 就是你要和人相處 透過和人相處 學了很多很多的技能之外 也都培養一個忠心的興趣 那另外呢 也有學會游泳的政策 那我們會 因為其實游泳很重要 這是一個求生技能 那所以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地方 沒有這個游水堂 但是呢 也都會搞一個班 就會給那些 不懂游水堂參加 那希望他們都會學會了 游水 真的有什麼事情都可以求生 那另外一個重要政策 就是中二活動日 那其實中二活動日 就是我們推行了幾年的 那個做法呢 就是學校在課堂上 有所編排 令到呢 以往我們就是選一個月 四個星期五的 是某個月 我們三月過去都是 三月連續四個星期五的 下午 喜歡的同學 是可以參加不同的興趣班 有些是在校外旅行 有些是會出面的 那因為這個中二活動日 非常成功呢 我們今年是加碼的 這個我們會有六日的 會有二月和三月 會選擇六個星期五的下午 那同學就可以去 因應他的興趣 選擇不同的活動 那你會看到那些照片呢 都是去年的一些活動 那這個呢 這個呢 不知道大家能否知道 都在做什麼呢 有些望遠鏡啊 那這個呢 這個是官鳥班 這個是官鳥班 那這個呢 這個是跳舞班 那你又是保齡球班 那你又是保齡球班 那這個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 是波10班 這個是書法班 硬不書法班 這個是跳舞班 那你又是保齡球班 那我會一見他的興趣呢 那就去參加這些班 剛才下章提到的 21世紀是一個全球化 全球化的年代 所以學校呢 很尊重要開堂我的世界視野 那我們在過去幾年 都搞了很多很多的交流活動 很多的交流團 那你都會看到圈裡邊的地方 就是全部都去過了 那你看到即是全球的 亞洲當然有啦 不是亞洲 衝出的亞洲 澳洲 這個中東 杜拜 歐洲 波蘭 荷蘭 北比各方面 加拿大 那你會見到就是 就是足跡斷全球 希望他們是認識到 世界不同的地方 世界不同的文化 可以扣闊個人的眼光 開堂他們的時機 那譬如這些交流活動 全部都會有主題的 這樣強調交流活動 和你一般的旅遊店 當然是很不一樣的 不是只是吃擺玩這麼簡單的 全部都是有學習元素 是會有一些重點式學習的 那譬如我們這個是早兩年的 應該去東京 那就是學習東京的歷史文化 這個去澳洲 開恩茲 主要是學英文的 去年的杜拜 就是認識杜拜城市發展 和地理方面的特色 多倫多領袖營 這個我們就連年都搞的 另外波蘭 去年就去了波蘭的歷史文化認識 另外荷蘭 去年就會去荷蘭 考察他們的民主制度 經濟 另外我們都做一些義工 在荷蘭 大家會看到我們的交流活動 是多元化的 那講了這麼多 都要讓一講一講 就是少少的學生成就方面的集穫 這個我們都強調 我們不是只做成績 但是我們也都加了很多人 很好關注的就是成績 就是我們課外不同方面 當然一會兒都會提到的 很多獎項 但是還是先講一講 成績方面 這個就給少少 剛剛這一年的中學民、民士 的一些數字 大家看看 我們今年是有147個考生 加上他們拿了421個 Level 5 第二級別的 或者以上 或者以上成績 換之其實你們一個考生 都差不多 平均有三個 有三個Level 5 所以日大學都是挺穩固的 另外在我們的科目裏面 我們一部有17個科目 是會考獲4級或者以上的比率 超過60%的 如果考獲5級或者以上的比率 是有14個科目 考獲5級或者以上超過30%的比率 是有14個科目的 如果看上去考生 是有36個同學 是起碼有1個5星星 考獲5級或者以上的比率 至於考得最好的同學 考得最好的同學 我們今年是比較平均的 其實這四個同學都很突出的 他們都考獲4個5星星 4個5星星和3個5星的成績 大家可能會想 你沒有 你沒有7個5星星 但是你看到這四個圖 其實都很厲害的 他們是4個5星星 還有3個5星 那關於同學的出貨問題 剛剛講過 因為過去剛剛 這個文文士圖 那個成績是相當理想的 也不是過去 我們都列了三年的數據 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我們就說 同學拿到個大學聯礁錄取資格 太多位的 就是這個Jubert 聯礁太多位的百分量 那你會見到 剛剛2019年 是有95.9的同學 95.9的同學 是獲得聯礁的派位的 那這95.9的巴仙裡面 其實裡面有88.4是大學位的 88.4的大學位 那剩餘7.4的巴仙 就是會有些 副學士 或者高特洪騰 那樣 不過呢 你又會看到 其實明明有88.4的同學 88.4的同學 是有大學學位的 但是其實我們的同學 有些 他有一個遠見 即使派到一個學位課程 但是可能不是我心意的學科 我真的興趣不太大 那麼他都寧願 我不要大學學位 我去讀副學士 希望透過副學士 那條路 就再學回學位 所以 所以 佔受了大學位的 其實是83.6 83.6 那你會看到 有幾個巴仙堂 有學位都不同 那他為什麼呢 這個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會看到 我會看到有個課頁 他會覺得 如果我強行去讀 一些我不喜歡的課程 那即使是大學位 我會不會這樣用 你會不會這樣逼自己的 反而你透過副學士 因為我們雖然說 每月都有小部分的同學 他可能會讀副學士 但是我們這些學生 始終都是比較勤力 還有質素都挺好的 所以即使讀了副學士 透過副學士的路 去搬上大學的 都大了 那其他活動 我們都會強調 學校不只是讀書得的同學 其實我們很多活動方面都可以的 當然前面這些都是談到學術方面 先講學術方面 譬如演講 演講 我們去年的東區學校演講 比賽都挺不好意思 我們幾乎拿了所有獎 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中文科書都跟我說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拿了所有獎 這樣 因為陀螺是很努力 所以真的是值得的 開始から 他們做過低級 小組冠軍 全人專有的 有一些亞軍貴軍 幾乎龍和上 那英文方面的辯論 我們中英文都有辯論隊 這裡只是重點地介紹一點 辯論方面 英文緯論隊 躲在星島全港校制辯論比賽 英文組最低 jaką Fran材 下面的面文園 這個是生物科 生物科會參加過 尋找自然的故事的探究比賽 我們也是 拿了很多年冠軍 今年也拿了冠軍 也是報接的 這個可能就是 剛才孝頓提到那個火箭車 不是這個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是Stan方面 Stan方面 去年同學去科技大學 參加了一個電動車的暑期計劃 也設計了一個精美的電動車 拿了一個亞軍 然後是三星 Saw for tomorrow的一個比賽 同學也是拿了一個優異獎 雖然它只是優異獎 但是是一個很大型的比賽 所以拿到優異獎 都已經是非常之好 講完學術方面 當然是看學術方面 不知為何 總是會 很多人 都會有印象 覺得我們學生 讀死書的 玩不行的 打球的不行的 但是給你們看看 我們女子籃球 是第一組 女子籃球是升了上第一組 去年他們是拿了這個女子 夾了一個貴軍 雖然是貴軍 但是第一組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學校 所以其實那邊非常之出色 男子與毛球也是 男子與毛球 我們也是升了上第一組 你看到去年 夾了他們也是拿了一個貴軍 很高興 這個就是 冰蜂波 這個冰蜂波 我們都很快會升上第一組 去年就是第二組 拿了一個丙組的貴軍 除了一些球類 例如一些比較單獨的 個人的項目 例如有空手道 這個同學就是拿了 南區空手道分靈邀請賽 男子兔營分做貴軍 射箭 我們射箭也是拿了很多獎 例如這個是在全培射箭會 射箭錶賽 同學就拿了一個反曲弓對制賽 和一個反曲弓 女子初級組 三分位距離的武軍 音樂方面 去年我們在聯合音樂大賽 英語合唱是拿了得獎的 跳舞 同學也有拿到獎 在這個學校武道戰 中學組現代武 三人武 這三位學會都會獎金獎 另外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方面 我們學校是有紅十字青年團 我們紅十字青年團 同學也是以往獲得很多獎 我們之前 曾經連續七年 拿了紅十字會結出青年團比賽 港島總部冠軍 和一個部門總冠軍 之前是連續七年拿了 有一年我們養一養 希望他們養給別人 去年是重奪的 這個是去年重奪總冠軍 你看到他們很多 很多很多 金獎比賽 訓練盾 服務盾 服務主題 等等 都拿了很多很多的 整個部門總冠軍 分區的部門軍 等等 等等 這個我剛才都說了 應該呢 我那部份就 我那部份就講完了 來近呢 我們找了兩個航山上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張杜莎的首項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副校長 現在這個環節 就是有兩位和我分享一下 他們的學校生活 或者一些課會 他們分別都是來自 初中和高中的 請手 好 好 好了 準備好了 大家可能都 認識我 或者開場 做了一個 E-school 就是一個 修身同仇主任 各位家長 讀文同學 再和大家講一次 早晨 在我身邊的 有兩位同學 一位初中 一位高中 一位同學 他們都準備了一些 關於學校生活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給點掌聲 兩位同學 好 我們請初中和我 介紹一下 自己 我是3C班 梁欣彥 Benedict 好 高中的同學 我是Van Pierre Candy 好 歡迎Benedict 和Candy 在座 應該大部分的同學 都是 從小學的五年班 和六年班 他們很快 就要面對一個 升中的挑戰 我想他們對應中一的學校生活 都會有一些期待 或者是盼望 或者是 如果請Benedict 你前幾年的時候 都試過是一個中一的學生 當時你能夠適應我們學校的生活 最初你要張竹山 可能都會擔心適應不到學校的生活 但學校都會知道這一點 所以就安排了很多不同的途徑 去適應學校生活 例如說 中一適應日 那天我們就會去 認識我們的新同學 以及我們的寫和寫員 我們會透過 唱一些寫歌 或者叫一些口號 來對認識個寫 那天我曾經加入朋友 其實除此之外 學校都會安排中四的師兄師姐 去擔任我們的彭輩輔導員 他們會每一個午餐 或者是小吃 都會來找我們 他們雖然年紀比較大 但也沒有隔膜 因為他們都很和善 他們就像我們的朋友 幫我們減輕了很多的學業負擔 令我們的中一生活都非常輕鬆 現在我有事情不明白 都會找他們 這就是剛剛學校的生活 和交朋友 他們都有一些問題 幫他們問 就是讀書方面有嚴謀 好了 如何承認 其實中學比小學科目 真的多了很多 但學校都不知道這一點 那些老師都很配合 那老師在上學期的時候 教學進度就會比較慢一點 而且一會多些用英文 多些用中文去受課 多些去解釋 他們經常都會問我們 你能不能跟得切 有沒有東西不明白 其實我們帶到至上 都能夠跟得上老師的教學進度 那如果有些同學真的不明白的話 他們會問老師 老師都會很有耐性地去解答他們的問題 如果不明白的話 就會再解釋多一次 但到了下學期的時候 當我們重點適應學校的生活的時候 老師都會開始用多些英文去講課 而且教學進度都會比較快一點點 但其實我們都能夠適應到學校的教學進度 那老師都會教你寫一些筆記 令到我們無論在測驗地考試 能夠應付自語 看來現在認識的英文都是非常高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會關心的問題 就是在選擇裡面 他們的房子有沒有很長的選擇房子 還是要回來都要上課 做課 其實在選擇的時候 房子一就會有中文閒節課程 導師就會教我們文言文技巧 或者作文技巧等等 因為中學是要學文言文 而小學不用 所以這個課程都很重要 在這個行接的 都能夠幫我們可以行接到 在中學的文言文 我們都能夠更加在中一的時候 做文言文的時候 都能夠明白得深入一點 除此之外 都會有中英數的先修班 就是被這三面教養的同學 去上一些基彩課程 幫他們打好底 才能夠為人口儲準備 是的 所以你們將會用到 一個很豐富的選擇 各位同學 到時可能要預留過分的時間 來我們學校讀書 預備一下 我們跟你們說了很久 我們都問高中的Candy Candy 剛才說他們 老師都會有很多幫忙 也會參與很多的教導工作 你們的私生互動 是怎樣的 因為在高中的時候 老師雖然同學 經常都沒有幫我們 另外我們可以這麼快 適應到中學的生活 但是始終會覺得 他們都好像兩個學級 因為會經常覺得 他們好像很謹慎 不過其實升到高中之後 我都會發覺 老師是很頑固 可以成為我們的朋友 是沒有什麼價值 可能是因為我們長大了 不把握東西 然後我們都明白了 他們對我們教導的用心良好 我們之間的感情 就會變得極緩濃厚 然後我們有問題出的時候 就會更加主動發問 不會因為覺得尷尬 或者害羞 就不一樣 除了學業之外 老師都會經常 調出一些生命雞湯給我們 因為升到高中之後 不單止學業的壓力大了 我們需要擔任的職務 會多了 就比如說我自己 我今年就做了讀書的寫將 要帶領著全校小朋友的同學 要擔任的使命和職責都可大一下 在這個時候 老師就會主動來關心我 問我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 然後又會給我一些 可能很容易意見 這些就可以令我在遇到一些 在學校的時候 我比較得心認真 這樣就好了 Candy就是我們錄社的社長 我們學校分四個社 就是說Candy其實 她都是帶領著四分之一 跟她做很多運動上的比賽 或者是行術上的比賽 可以分享多一點社長的經驗 社在學校就好像一個大家庭 在這個大家庭裡面 我們就會感受到很快樂 和溫馨 社也提供了一個渠道 讓我們去認識一些不同級別的同學 接著在社裡面也會有不同的活動 例如BBQ 吃洗飯 以及會舉辦一些不同的比賽 這些比賽就包括很多範疇 不單只是學習科 還有運動方面也會有 這樣就可以確保護 會有一個社團的機會來參與我們這個大家庭 然後就可以和我們一起創造幾好的回憶 留在一起去做人 剛剛過去的運動會 就是一個好的機會 令到我們的社團可以 體驗到我們這個社裡面的熱血和熱情的感覺 為了這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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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小假就開始有練跑的活動 在練跑的期間 我們就會很想建立一些信任和一些聯繫 去到運動會那一天 那些運動員就會落場去比賽為了寫真鍋 其他的社員都會在學台上唱歌 喊口號 然後幫一些運動員打氣 可以令到運動會的氣氛出入最高點 然後就令到每一位同學都可以享受和進入這個運動會 我覺得做社長其實真的是一個人生很豐富的經驗 但是將來有同學 即是入到任何學校都要參加多些這些方面 或者多些經驗 剛才林副校長也有說過 給我們聽關於女子籃球隊 是嗎? 最近我們就已經升了上去的第一組 我知道Kathy除了社長之外 她還有籃球隊的隊員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是的 我由中一就參加了女子籃球隊 打籃球就不單可以強身健體 我懂得如何去跟別人合作 如何去跟別人溝通 最重要的是 在女籃球隊我感到感動 在我分享我籃球隊的經歷之前 我就想再介紹一下 一個學界籃球比賽的一些會議 學界籃球比賽我分為D1和D2 相比D1的球隊 相比D2來說 實力就會比較平衡 好 現在說回我男學隊的經歷 為什麼我會覺得男學隊 那麼難忘呢 就是因為在男學隊一面 我們所有人都一起經歷了很多東西 我記得由我中一到來 便證著我們女籃由D2的貴軍 然後第二年就拿了貴軍 然後我們就升了D1 然後又由D1我們出不了線 拿不到獎 去到去年我們拿了D1的貴軍 然後就獲得了打精英才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整個過程就好像走天梯一樣 我們一步一步這樣向上走 慢慢達成我們的夢想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整個人都齊心向著同一個目標的進步 這個感覺是非常之易決和青春的東西 我還記得在我們達成願望的那一刻 我們所有人都在男球場的中間那個軟圈裏面 手握著手 拿圍了一個大圈 然後衝去抱著我們的教練 當時我們每一個人都笑著這樣哭 我相信這個情景我這一輩子都不記得 我都感覺到你們那個感動興奮的時刻 Kathy 本來是錦林哥 你又是社長又是男球女的隊員 你怎樣平衡你的學習生活和課程度 平衡你要差不多準備這個文件事 升到高中 其實你自然就要放多些時間 精力在我們的學習上面 但是同時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職務 很多不同的我活動參加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慢慢學會 如何平衡兩者 我們會慢慢去開始明白 其實自己不是萬能的 我們要學會怎樣去分工 怎樣去給一個清楚的指令 還有要學會去合理地分配我們的時間 那面對著DSC的內容 我們都要做很多不少的準備功夫 除了平時老師教我們的答評技巧 還有放內的練習之外 我們都要上網去找一些日間的視頻 或者是日間的資料 那因為DSC要考的範圍是很廣的 是由小學開始考到中學中落所學的所有東西 那所以我都會開始嘗試堅持 每一天回去都會運輸 能夠以考古我所謂的知識 所以老師的欠助 同學之間的大家一起去澎沛學習 以及自學都很重要 希望將這個數字都帶來 將要考試的少不少同學 那講完高中 如何去平衡他的學位和課會運動 之後問一下初中的同學 你也亦是一個參加很多課會 我們為何要平衡你的學習和學習運動呢? 其實學校的功課是不算太多 每個都是三、四分左右 根本不需要一個小時就能夠完成 其實我覺得只有一個好的時間分配 有一個好的時間表 才能夠用很多空間的時間去完成功課 或者參加房屋運動 我剛好的時候也有參加一個CHOIR 而我演出CHOIR就在一個Fan Fair裡面 學校就會舉辦一個Fan Fair 而每一個學會都會舉辦一個Fan Fair的攤位 我們就會在遊戲之中去競選一個學會 我放昏的時候參加CHOIR 我都能夠擔賞一個眾願港式 雖然老師是比較嚴肅 但是嚴肆出高課 對比起放昏時的自己 現在的技巧、唱歌技巧或者信心都增了不少 就好像今年的10月25日 我們已經順利地演出了他們的音樂劇 《樂門人間》 其實所有同學都很熱愛唱歌 在準備的過程功夫裡面 大家都做得很足 而我們的感情也都要你的心口 對唱歌的熱情也都要你的導 我也有觀賞這個音樂劇 是全英語演出的 差不多1小時15分 所有的演員和唱歌的同學都需要 去計成所有的英文的歌詞和英文的對白 如果遲些有機會都很歡迎跟我參加 好了 什麼東西 我在剛才 阿米Slam的這個Powfront裡面 見到你 那個應該是一個演講比賽 對吧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那我講一下另外一個在方文的時間參加比賽 那就是英文朗眾比賽 那英文朗眾比賽 就會有我們的外籍老師Mr. Fraser去訓練我們 他每一個下午午前的時間 或者小星都會來這裡找我們練習 還記得在比賽之前那一天 他本來就說要看著英文攤檔 但他最後都沒有 他發現要跟我們練習 我真的很感謝他那時候對我的親重 以及對那個比賽的認真 那最後在比賽的時候 我都能夠記得他的提醒和祝福 那在當時我都能夠表現自願 那最後都沒有辜負名的影韓 到第三天 那除此之外 我也有參加中文演講比賽 那就是由朱老師去訓練我們 其實跟我一起參加比賽 還有四個同學 那比賽的時候 就分成了三組 那另外那四個同學 就分配在兩組裡面 那就是我一個在一組裡面 那朱老師就特意來看我 那他就給了很多鼓勵我 令我很有信心 那其實同學和同學之間 都會被意見對方 那老師也會給很多寶貴的意見 包括在文稿方面 或者是演說技巧方面 都會給我們很多意見 那到比賽的時候 最好憑著老師給我的鼓勵 和同學的意見 那我就獲得了全場總冠軍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獎的 最大的功勞都是 老師的意見和同學之間 互相的鼓勵 因為其實同學之間的友誼是很重要 那這個比賽除了學習了 演講的技巧或者感情的變達 其實中學所要如何接納同學的批評 以及要虛心的學習去做出改善 所以我覺得學習這件事很重要 除了在課堂裡面的學術式學習 其實參加多些課運動 或者校外的比賽 其實很多方面都可以豐富到同學的 多方面的入陣軍力 公共技巧 或者那個批判證師傲 這就是離開了學校校園裡面的一些校外的比賽 但是再講完少少 我們經常都會講走出課身 對不對 就說全球性地去學習 那我想高中的同學在一方面比較多些經驗 Tandy 你有沒有去過遊學團 是 有的 學校那一年都會組織很多不同的遊學團 去世界各地去體驗生活 那些去過的地方就有澳洲、加拿大、東拜、台灣、外地等的地方 那我自己去年就去了荷蘭這個遊學團 我覺得這個遊學團是十分之值得一去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學校安排給我們的行程是十分之特別 還有有意義的 就譬如我們的行程裡面就包括了我們可以去荷蘭的一個監獄裡面探監犯 那在這個期間呢 我們就跟監犯一起聊天 然後我們就可以聽到他們的心聲 和了解到他們的生活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因為它可以令我看到社會被人圍忘的一角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又去了一個老人院去探訪的老人家 那在探訪老人院的田間 我們就了解到荷蘭一個收工稅 但是會以很好的福利去回饋你們市民的一個社會的政策 那總會而言呢 我就覺得參加遊學團 就可以增加我的課外知識 豐富了我的人心願力 是令到我活這兩個 是啊 那我也很同意 我都試過跟他們去遊學團 其實呢 環之餘其實也有很多任意的事情 在課室或者在就職 都算在香港社會裡面 一定可以親身激活得到的 所以也鼓勵同學參加多些遊學團 好 那暫時到這裡為止 那我們再給多次掌聲 Kandy和Dee 好 好,各位家長同學,現在我們就講第三部份,就是我跟大家講一講報名相知的 那位家長手上應該都不會有我們今早同事和同學派給大家的刊物 裡面就見了一份報名相知和報名相知 各位家長可不可以拿出來準備一下 我們就一部份一部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白色的表格,有一份是相知,另一份是報名相知 就是這個相知 好,那我們就開始講一下那個順子 我兒子都要留意的,不就是白髮馬馬負責聽一下 你們都是很重要的方式 好,那我們看一看一個2020-2021年度的中一項位的分配 那我們呢,接下來的一個年度,我們就會收四班中 四班中,因為我們學校就行肥秀班的制度 我們會收40位的同學,而到同一派位的部分 我們夾部全國性,就會大概是8位的同學 而去到這個月貨下方,就會是76位同學 另外,我們會遇到8個位是給留班的 我們都強調一次,很多家長都會有這個疑問 會不會是分精英班的制度 會不會是把最厲害的同學就合作一班 之後給他們最多的資源 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是中一是補分精英班的制度 就是每一班的同學,他的學習都是平均的 那當然,我們都會有些分精英班 或者補底的活動,就會安排給同學 讓他們很適應到學校的實力 好了,這個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掌則 也是印在大家的考生須知那裡 我們就佔40%,即最大部分的成績 就是這個教育部的成績設計 這個成績設計就是大概是關於同學 在學校考的幾個考試 但教育部去到出現的一個時代 就會將這個成績設計 寄給我們學校的 所以家長就不需要查詢了 因為都會是我們學校會知道的 而另一些計分的方法就是大家的 課外活動和服務 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填寫個表格的 那這個大概是佔10分 10分 另外,我們都鼓勵跟我參加多些課外活動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很好地拿多些獎項 所以我們就佔了20分 這個過分 待會我會再詳細地說 各位同學仔 比較緊張的就是關於這個面試 我們只有一輪面試 我們的人定了在明年的2月29日 我稍後再說清楚 這個面試的表現會佔總分的30分 最後就是粗行 我看到今天的同學 表現都沒有禮貌 很乖的,坐定定在這裡 聽我們的分享 所以我相信大家 在這個粗行分 應該都會有B或上 所以希望學校都做個Y牌子 手規 這個就是基本的要求 好,另外還有 我們經常都稱呼這四個位 為特異功能位 那是什麼呢? 其實這四個名額 就會預留給在非學術方面 有件出成就的生成學生 待會我介紹一下表面 這個時間都會再動清楚 好了,這就是我們接下來的面試的安排 我們的面試安排 會定了2月29日 是一個星期六 大概會是下午的時間 去進行一個面試 如果那天發生了事 進行不到 我們的後備人就會去 之後那天的星期六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做其他活動 因為我們就不可以 根據這個面試的期間 所以我們通知了你 就一定要在那個時間 到面試的了 而面試的人數 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最多400位同學 最多400位同學 換言之 如果多過400位申請的同學 我們會最多選擇 我們會最多選擇了400人面試 請家長的同學 可以分解一下 家長也要安心 因為現在不會面試 我們只會 跟小朋友做一個面試 所以家長只需要送到他們 來學校便可以 還有我們看到有紅色的提醒 就是如果當日缺席的話 我們就不前再後補面試 請大家一定要 保必要留意 好的 而面試、語言方面 面試、語言方面 因為我們是一間EMI的學校 所以我們首先會考慮一下 同學的英語能力 而英語這部份 就會是個人的面試 個人的面試 來到就有些時間 給大家做一些準備 面試中 跟英文的文化有些關係 可能需要做一些文化的題目 之後就再考慮一下 大家的英語的speaking 就是那個會話 可能要講一些東西 又可能要回答老師的一些問題 這就是關於個人的英語的部份 而另外一部份 我們都會考慮一下同學 關於他的邏輯思維 和廣東話的說話能力 所以我們會有另一個部份的考試 是少組的 大概就是六個同學 至七個同學為一組 會包括有男孩子 六人兩兒子 是同一種類的 我們會平均分配兩整個月 大概有一些準備的時間 大家會閱讀一個題目 可能是一些報章上的文章等等 就是那些符合少朋友 那個思考程度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和一個很常見到恆常的事 有關的這些題目 大家看完之後 就會進行一個小組的討論 希望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們就希望同學 都是有禮貌的表現 以及壟斷一定會扣費 因為我們以往都會遇過一些情況 我們就很緊張 就霸著來說的 就不給我機會的 這件事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們希望有禮貌 和一個很和諾的討論的方式 這個部分是黃東話的 有家長會問 如果用普通話來考慮 可以嗎 其實我們的要求是用黃東話的 我希望家長可以留意一下 做到他們用黃東話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專門考慮的文章 考慮範圍 各位都說了 就是中英文的語文能力 以及我們有些邏輯思維 和同學之間的溝通技巧 以及那個態度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所有這些會計分的環節 好了 消息公佈了 大家就按那個人期 就是要交給我們自行修身一部 表現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篩選的 最多400位同學就會被邀請 來做這個面試 面試的名單 安排和所需要攜帶的物品 就會在我們學校的網頁 2月20號 那天公佈 那天公佈 請各位家長留意 我們是不會有電話 亦都不會有電郵去通知你們的 請大家準時在2月25號 上我們學校的網頁那裏提供網頁 也不需要提早打電話給我們 浩書的同事 只需要2月25號上我們校網去 再看資料就可以了 那記得了 我們不會過面通知學生的 即是大家不分的 好了 到現在就去到全錶了 各位家長可以準備一下這個報名 好了 我覺得第一版的個人資料那裏 大家都覺得沒有太多疑問的 最後 第一版底下可以提醒大家 我們會有一個部分是新增的 就是叫做連體 那如果你有哥哥姐姐在我們學校那裏 那裏書或者曾經就讀 或者本身家長都是我們的舊身的話 那就可以填寫一下資料 但是這個項目就不代表會有一個 bonus 就不會說有假分的考慮 不過我們都想看看 原來你是有籍的親屬 在我們學校的網頁書 那如果你是認識我們本校任職的老師 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員的話 都請你可以寫一下like 我們就不會是公平的 這也是這樣做的 有的家長跟同學的網頁 我都不會給予大家記得 大一九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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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五五五五五 是 好了 如果打開了 可能比較清楚 剛才我講的是這個第一品 大家需要花一點時間去瞭解一下 提醒各位家長和同學 這個日期是很重要的 是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是期間 下期間 所以有些同學可能會填給個小一小二小三等等 這些就是記錄 但這些是有計分的 記住留意那個年份和日期之間 所參與的服務和課後活動所取得的成就和準確 我們看看這個表格 我們看到有五個地方是灰色的 我們就想邀請各位家長填寫最多五行的服務 這些服務包括可能是班長 可能是做一些飯長 可能是做一個風紀等等 或者是一些服務團體 最多填寫有五個項目 那次座是怎樣填呢 有些家長可能會覺得 不如我順便奉去填吧 但也有一個建議 就可以把最重要的服務埋先 把最重要的服務埋先 你覺得我的兒子或者女兒 其實她是一個同同軍的領袖 我是為了這件事 我認為她是一個很好的同學 想表演給學校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都可以建議各位家長 把重要的東西寫在前面 但最多五個 因為它有十幾個服務 你可以引選五個 所以我較為最出色的行動填寫 是B1到B5的位置 就是這樣 這個服務是最高的 而另外呢 B6到B15 我們想邀請家長填寫 這個課會活動所獲得的成就 即是這種項目 那家長又會問 那是否按這個年份的次序去寫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的 便利家長如果是將一個比賽的大型 或者細型的程度 和那個獎項的重點性 例如你是有冠軍 亞軍 或者貴軍的 我們都可以邀請你先填寫 那給學校看到你小朋友 最出色的一面 又或者你覺得那套服務 有些地方我都想再說多一點 例如我是一個管業樂團的小朋友 那你就可以將一個成就 成就都填寫在B6到B15 那我家長會有疑問 就說我應該是把所有最出色 例如我是一個籃球隊 我是很厲害的 我有十樣東西都是關於籃球 因為填滿十樣都是籃球 還是我除了填籃球 之外再填其他方面的運動 那這個就交給家長自己的權利 那如果你想我們學校認識你的小朋友 是多數關於籃球的成就 其實都不妨可以填多幾個方面 但是你說不是 我學校知道我的小朋友 是一個多樣化的小朋友 那你就可以把那些頃 分不同的部份填寫 那或者如果稍後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一個問答環節 那裡再問答我們 那這個大致上就是填寫 那最後呢 這個PACC PACC就是通室我們所說 因為今年我們有四班同學 所以我們有四位的同學 就有機會可以在這個 非學術名櫃那裡填寫建築成就 那這裡也寫出 只可以選一項 或者你的小朋友可能是英國的天才 但是他的運動和時間都是天才來的 但是只可以選一項去填寫 那當然 當然他們這樣的位置 就要是一些比較大的表演 或者是一些國際賽事那裡 拿出一些獎項 那譬如我舉個例子 就是可能你看一個 冰方球隊的香港隊隊 那你就可以填寫 如果在這個音樂方面的 可能是一個大題目的 校製音樂節的總冠軍 那你就可以填寫在這裏 等我們學校製造 或者是一些社會服務 即是你是做到地區成的一些服務團隊的領袖 那我都歡迎你可以填寫在這裏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對 我覺得都要搏一下 不要緊的 就是你覺得他也是一個很有成就 或者是我都很欣賞我自己的朋友的 都不妨可以填寫 不過只可以選一項 只可以選一項 那我希望家長就包機 想一想 怎樣可以將你的朋友 比較立體地 在我們老師那裡減填 那這個就是關於編帖 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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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能介紹一下下一個校園ς 因為我們這裏社會的情況不太平衡 所以我們今天原本有一個學校的開放日期 但最後我們都是決定 引控就取消了 各位家長 也不用失望 如果你想多拍攝我們的校園生活 或者跟我們的同學生聊天 多接觸我們的學生 歡迎大家在2月23日上午的時間 再一次來到我們的學校 當日我們應該會有一些展覽給大家看到 還有安排一些學生大使 帶大家游覽一下我們學校的校園 如果家長有興趣 可以抽點時間來 我們的校園再參觀一次 或者我們之後就進行一個文靈的文節 我們請回歐教授和文靈掌上班 請坐下去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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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靈相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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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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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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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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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